今天是2016年7月18星期一 那又有一個禮拜沒來看老師了 因為老師到中國 我去偏軍旁邊一個小小的地方叫北戴河 北戴河屬於青磺島式的北戴河區 那個地方呢 青磺島本來就是中國很出名的所謂的避暑聖地 他們發現本來我們去這個地方 當然不是要去看一個叫做活力的氣功的醫療的醫院 那個醫院呢 他佔地有三千多年 他那個宿運比率到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整個那邊的氣場非常好 因為很多的松樹 都有都是百年大松樹 這很粗喔 很粗很粗 百年差不多有二十到三十公分 而且那個樹呢 那個長得很漂亮 所以百年的話表示是 一百五十年左右 一百五十年 所以那個地方最主要的 他是一個過去的 是很多所謂的達官閉鎖的地方 那發現 租界區 他不算租界區 租界區都在偏區 那個地方呢 比較靠近唐姑 所以說那個地方最主要 本來這個醫院是在唐山 四十年前的大地之間 唐山大地 對 那時候在那裡 後來閉鎖之後 就找另外一個地方 就在所謂現在的地方 就是靠近北大海之間 最主要呢 看那邊呢 就是設立的方式 就這樣 很多 在中國很多的大官 高官啊 他們要療養的時候 就會到這裡 接送手 高級療養 對 高級療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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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現在已經有開放的 民進了 開放的 比較進步一點 民主開放了 他們這個也要開放了 所以說我們去他們 進大門之後呢 又變一個叫做門診市 門診市 門診區 所以那邊可以先接受 所謂的 比較科技的檢查 全身啊 透過幾個十二條肩外 來診檢查 整個股視密度啊 整個身體各種狀況 之後呢 再接受所謂的氣風搖滑 當然他們也不會做 有做針灸 做針灸 做溫灸 做針灸 做糾滑 也會做 最主要的 那個地方就是 很好的地方 所以說 那邊也接受一個 所謂 氣功的訓練 這一次我去參觀這個 參加這個 所謂的 世界的研討會 他們 很多國家來 日本來 一些 法國來的 法國呢 來了巴士的 一個很大的團體 他們就是要 在他們法國學了三年之後 一定要來這邊 住時間 接受 更精密的訓練 之後 通過考試 才會給他們 做氣功師的執照 這一個 中國女性呢 到法國去 推廣 跟法國的結婚了 先生也關於人脈很好 就在那邊 花了十幾年時間 創造一個 叫做 跨國的 氣功的基地 其實也訓練了很多 所謂氣功的治療師 他們成長二十幾年 已經訓練了一千兩百多個氣功師 在全國 很多醫院都在做氣功療法 在醫院 對 跨國他們已經 在西醫的醫院 做氣功療法 他們國家已經可以做 像我們台灣的做健保 哦 可以保險的 對 可以做健保 所以國家也認可 這時候我就有一個檔慨 在華國 很先進的國家 把他叫做 西醫院 在華國 像巴斯科 在那個很多的 綿衣啊 都是華國綿衣 但是呢 他們國家 都可以接受 這個氣功療法 我們台灣講的 就是民主療法 對不對 那現在講的心理 就是自然移血療法 為什麼台灣 政府都不能接受 整治療法 我就去了 看了之後 聽他們的報告之後 我就不敢看 在中國當然是 中西醫所謂 整合醫學 很多醫院都是 中西西醫 你們都知道 那個西醫 它是我們只能用 用儀器來看病 但是呢 你深入 你不能幫你做癢病的問題 中醫呢 可以做癢病 就是療養 在靠中醫 這一次呢 去了最大的收穫是什麼呢 上課的時候 都由世界各國的 所謂的 氣氛大師 像他們 尤其 我們聽了一群 那個院長 叫劉雅恢 那第一代創會 創那個 所謂醫院的第一代的 院長 劉貴真 劉貴真 就是他的女兒 劉貴真 他本身功夫 他本身功夫 他們一個叫內養功 內養功 聽說台灣也有一位 劉先生 在幾十年前 去學過 聽說台灣 到台灣 甚至於呢 他也捐了錢 在他們的所謂 資料室裡面 做了一個棠像 低代院長 劉貴真 的棠像 跟台灣的劉先生 在一個大女子 拍上了一個棠像 所以那個棠像是在台灣 對 就是在北戴河 低院裡面 對 所以這個台灣人劉先生 捐錢 做了一個棠像 那這個棠像 是大陸的 創辦人 是大陸的 創辦人 一個棠像 送給他 紀念 他 創辦 這樣的一個機構 他所謂的內養功 就是 氣功 一趟氣功 一個自我聊 所以為什麼在跨國 人工 在日本那麼 心形 日本也心形 對呀 所以日本也有人去 有 他們是 就是說那個 領隊 叫做 眾禮 人呢 天邊那個中央的 中 那個 故隱的禮 眾禮先生 眾禮先生 他 這個大會辦了二十六年 他每一人都帶對 成績 所以他在日本也成為一個 內養功能的 學位 然後再推翻 那個 化理 化理是一樣 他一個中心 內養功能的中心 那台灣是哪一個 這個氣功協會帶 哪一個 我說那個 劉仁壽 那個 張仁壽 先生 我 回來準備再找出來 內養功 我發現他這邊會非常好 因為 那十四號 早上 我們也參加他們 跟化理的一些朋友 一起遊 由 我們叫做 蕭禮 主任 他代表 我們打一趟 就是 在我們 實際 再打一趟 那個 內養 我就打我們全身 舒暢 那 正如兩位都同 是 一種非常好的功夫 那 所以 這一次 我們台灣 去了多少人 我們台灣 我跟一位 葉先生去 香港有六位 喔 台灣只有兩位去 喔 真可惜 那為什麼 你說的那位 劉先生 沒去了 有 有 你剛剛說 在台灣 這個內養 噢 葉先生 聽說那個 他年紀很大 張仁修生 喔 張仁修生 對 他沒有傳人 那個工法 對 所以說 我聽那個 他們導覽 介紹了之後 我會吸引善一個小可 說 這麼好的工法 為什麼 在台灣沒有 沒有居住工法 他們 另外呢 每一年 那個 他都有那個 所謂的 那個招訓班 一去就要十天 就十天 我就想 你幾乎 我還想這隻小學 喔 對 真可惜 真可惜 真正可以 他是真正可以 刺變的 一個內 要去 內 內外的內 那個 身體 內 那你有打 你有親自打過這樣 打的胃痛 當然打的不是很熟練 但是你說已經 感覺得大 好不好 他最主要把你全身的 肩膜 痛 嗯 大概有多長的時間 這一套工法 打的現在差不多三十分鐘 喔 那麼長 有重複的動作嗎 沒有什麼情況 嗯 因為主要都是很好的 是不是像打太極拳一樣 是這樣一個 看起來 外行人 外行人看起來贏的是太極拳 他是完全不一樣 太極拳都是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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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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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天的聚學要多少錢? 所以住宿就要兩千七,兩千七,現在是一比四,一比五,兩千七,一萬三,然後學者公法要多少錢? 因為他的腳是沒有腳,他們就只要教你,應該學費用 要給老師終點,要給老師終點 他有一個相當的教練,他們也邀他們到台灣來教教我們 因為他說沒問題,一定要有機會 那他就趕快了,看看哪一個大家願意出面 還有一個教練叫周莉,周莉有跟我有威序,還有一個蕭遠的主任 都很不錯,這是對我們台灣去特地的心切 為什麼太不親切呢? 最主要我一直沒有機會把衣骨療法找出來 但是一直沒有機會,因為我們要上台演講 因為我們去之前,他們兩個月就有個安排演講 剛剛香港的曼彥晴醫師呢,他跟大衛智 他跟大衛智聯繫過,大衛智他當主持人 就是引導人,另外演員人,還有他自己也講一篇 他講了自己的學習工,那個氣功的過程 最後呢,他也談到,他說工法不只是氣功而已 那很多好的方法,就是健康的方法越多越好 那最後我談到,說綁腳健康的方法 那就要把袋子墊上去 大家看,我綁了之後,我本來是怎麼樣什麼狀況 綁好多好多好 在香港很多人,把人身體變好了 也推廣了一下 結果那個私底下呢,那個劉亞飛院長 也要跟我談,你這工法真的不錯 那師傅有機會呢,可以到去那邊重申 那我也答應給他們送一套衣服兩碗書 因為我袋子沒有帶很多人,所以我可以自己給你 每一個人都把自己綁起來 那劉亞飛院長都非常的高興,叫劉亞飛 哦,太好了 那是要再初步的交流 哦,那我們趕快來促成一下 也許不必跑到西方島去 在台灣就可以學到這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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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來打完交流 哦,太好,太好 哎呀,趕快趕快 我剛才講了陳張維秀先生 好像跟那個,李戴河那個醫院那邊 已經沒有什麼交流 沒有來往 他們都斷訓了好幾個 很可惜 可以去搜尋一下,看這個人在哪裡 或者呢,他們也希望我們練習文章 哦,是哦 好,來來來,來來 我們來оф expl facil。 我們來和他裏裏裏裏裏裏裏 如果我們找個幾十個人啊 願意有學朋友們 有同好門啊 你也可以召一下,請對我過來教將 我們再跟他們說,學位怎麼收? 是是是是,好。